大家好,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,在我开始之前,记得订阅本频道,打开小铃铛。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,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。 AI算力需求狂飙,先进封装,产能成关键。 台湾知名半导体风测厂历程日前举行了齐法说会,该公司乐观看待AI伺服器等人工智慧应用,估第二季营收剂增中,至高个位数百分比。 并外,历程全力扩大AI晶片、HBM高频宽记忆体、HBM和其他先进风测产能,大举提升纪念资本支出至新台币150亿元和原本规划的100亿元相比,增幅足足有五成。 展望第二季全球半导体试矿,历程执行长谢永达指出,全球半导体库存调整阶级尾声,终端应用产品出货,恢复正成长,对经济成长正面看待。 针对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D-RAM应用趋势,谢永达表示,在个人电脑PC、手机、消费性产品需求逐渐增温,预期封测业绩将较第一季成长。 至于资料中心及高效能HPC运算方面,谢永达指出,相关应用带动DDR5高阶记忆体产品比重提升,对AI伺服器、AIPC、AI手机等应用乐观看待,下半年效应逐渐显现。 谢永达补充,AI晶片模组关键高效能记忆体HBM相关专案一计划开发,开始量产产能扩充。 论级NAND型快闪记忆体和固态硬碟SSD谢永达点出,手机与AI需求成长,研判第二季NAND封测需求激增双位数百分比,资料中心需求回温带动,SSD持续成长。 谢永达强调,在智慧手机、AI、HPC与电动车等应用,对附近Flipchip封装服务需求增加,历程逐步扩充生产线, 现阶段逻辑封装新产品开发进度符合预期,陆续量产,持续受惠附近封装、擅出型封装、电源模组等产品。 逐利用于AI伺服器的Power Module,信达说明,将在今年第二季底开始量产,量逐渐出来的时间点,会在第三季底和第四季初,将陆续见到。 这部分公司与客户讨论将近一年的时间,花了很多工程资源,可以说最成熟的技术,就是历程所具备的。 全球半导体代工龙头企业台积电,这几年另辟蹊径,有别于摩尔定律,追求半导体晶片不断萎缩,先进封装技术透过堆叠,提升输入输出的密度,从而提高晶片效能。 台积电近期揭示众多次世代先进封装,涉及多个新技术和工艺,包括CoOS R、SOW等。 先进封装技术的发展对于晶片产业进步具有重要意义,台积电创新解决方案带来革命性的晶圆及效能优势,满足超大规模资料中心未来对AI的要求。 法人指出,台积电着眼先进封装成长性,包括中科、南科、加科均进入扩展机形式,今年拍板的嘉义科学园区预计先行兴建二座先进封装厂,加科一期将于本机动土,明年下半年进机,加科二期预计明年第二机动土。 2027年首季度进机,续扩AI、HPC施展大饼。 半导体业者表示,台积电推出系统级晶圆技术,使12多晶圆能够容纳大量的精力,提供更多运算能力,大幅减少资料中心使用空间,并将每瓦效能提升好几个数量级。 其中,以量产的首款SOW产品采用以逻辑晶片为主的整合型删除info技术,而采用coOS技术的晶片堆叠版本,预计2027年准备就绪。 随堆叠技术发展,AI晶片体积越来越大,未来一片晶圆可能切除低于10颗的超级晶片,封装能量则成为关键。 法人指出,台积电龙潭先进封装2万片月产能已满,竹南AP6厂为目前扩产主力,中科第四季陆续展开进击,加紧赶杯量能。 另外,台积电系统整合晶片SOIC已成为3D晶片堆叠的领先解决方案。 其中,AMD为SOIC首发客户,MI300即SOIC搭配coOS。 苹果也正式加入生成式AI战局,业界指出,旗下第一颗3D封装SOIC产品将是AI四伏器上ARM-Based CPU,代号为M4 Plus或M4 Ultra,最快将于明年下半年亮相。 而此3D封装SOIC技术将于2026年,进一步下放至消费性MacBook M系列处理器晶片。 回答,NVIDIA则于明年下半年,推出沿用ChipLite及Coviesl封装架构的R100。 2026年,采将正式推出采3D封装方案之SOIC加Coviesl的X100暂定名。 当然,眼下回答采用Blackwell架构的CAI晶片才是今年的重点。 但瑞银表示,岂可能要等到12月才会开始出货,比市场原先预期的10月慢。 法人分析,若消息属实,孔千栋鸿海、广达等挥达新AI晶片、供应链伙伴出货动能同步延后。 挥达在3月的年度GTC大会中,推出采用Blackwell架构的新AI晶片,包括B100、B200以及整合CPU及GPU的GB200超级晶片,以GB200最受关注,被誉为地表最强AI晶片。 其继续依赖台积电的先进工艺制造。 挥达执行长黄仁勋当时表示,相较Hopper晶片、Blackwell晶片,在训练AI模型时,需要的绘图处理器、GPU数量是原有的四分之一。 瑞银分析师亚库瑞、Timothy Arquery最新报告指出,挥达,Blackwell晶片可能会在12月出货,比它们原先假设的10月晚一些。 因为测试时程显示,在11月底或12月出货的可能性较高。 亚库瑞则指出,Blackwell晶片延后出货,可能代表汇达8月至10月当季年度第三季成长减慢,引发市场对汇达的担忧。 但上一代的Hopper晶片需求,仍远强于重大产品过渡期之前的一般预期情况。 再加上它们预期,Blackwell需求强劲,尤其是系统组合产品。 因此,瑞银正再度调高挥达目标价预估。 亚库瑞维持基于挥达股票的买进评级,同时调高对挥达股票的目标价,从1100美元调高至1150美元。 它是以预估挥达明年每股盈余为41.04美元,所算出的本益比为28倍为根据,提出新的目标价。 总体来看,相较于瑞银预期挥达,Blackwell架构,新AI晶片出货孔地盐,广达集团先前透露,已接获GB200伺服器整机订单,预计9月量产。 广达集团揭露的时程比瑞银快,也让市场更关注,挥达这款新晶片出货,确切时程。 那么,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感谢你的观看,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。 侃侃而谈,库论有余。 最后,请一点赞,订阅。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。 谢谢。